美沃地产与你相约,大家好,我是贝拉 在今天的视频开始前,我们想要提醒您 现在添加美沃置业的微信 即可获得新州建筑协会授权的最终检查清单一份 好的,那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负利率 所谓的负利率呢,指的是在某些经济情况下存款利率 通常指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 小于同期CPI的上涨幅度 这时居民的银行存款随着时间的推移 购买力逐渐下降,看起来就好像是在缩水一样 所以被形象的称为负利率 那么负利率的影响是什么呢? 总体而言,负利率有利于降低借款成本 企业将受益,他们能以更低的成本借贷 并且投资于扩大业务 这种投资以及更宽松的货币环境 带来更大的流动性,通常会推高股价 负利率使抵押贷款的利率下降 进而吸引新的购房者进入市场 它还意味着现已拥有房产的业主 可以以更低的利率为贷款进行再融资 降低长债压力 澳洲金融时报报道称,在APAR关注负利率的同时 金融市场则认为澳联储可能会加息 但澳联储行长菲利普此前曾明确地表示 2024年前不会加息 但是APRA表示他们仍然希望银行能够做好准备 因为金融市场决定的其他利率随时可能降到零 或者是低于零 澳大利亚抵押贷款利率的变化 与现金利率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目前日本、瑞典、瑞士和丹麦都实行了负利率 而新西兰央行也要求银行为负利率的政策做好准备 去年5月他们发出了与APRA信件内容类似的信息 在今年的7月,澳洲审慎监管局发布声明 要求各大银行为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做好合理的应对 APRA表示银行至少应该制定战术解决方案 面对可能在2022年4月30日前出现的零负市场利率和现金利率 APRA希望银行内需要参考现金利率或者是市场利率的所有产品 包括商业贷款、居民抵押贷款、个人贷款和信用卡都做到这一点 负利率可能对住房贷款的客户有利 但对那些喜欢将现金存入银行的来说则不利 澳大利亚的储蓄账户和定期存款利率已经处于了历史低位 澳大利亚央行在2021年5月的最新存款数据显示 平均利率仅为0.25% 这还不到当前通胀率的四分之一 这意味着储存在这些账户中的基金的实际价值正在倒退 如果利率降低至他们可能达到的最低水平 澳大利亚的抵押贷款持有人和房主将在他们的房屋中获得价值数万亿美元的集体资产 但对于潜在的首次购房者和那些没有房屋的人来说 这将是他们财富的又一次快速升值 特别是对于那些受持续封锁影响地区的人来说 这也许是对悉尼房市最近持续火爆原因的一种解释 那么如果您对投资优质的房产感兴趣 欢迎您通过登陆美沃之夜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添加我们的微信找到我们 您也可以选择通过咨询您身边的美沃销售顾问 了解更多优质的房源项目详细信息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号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